也许开始不明白你目光 眼神里带着分倔强 每当想起你 就像在拥抱着暖暖的阳光 直到我再次遇见你 趁机都透天美的想象 我心中只有你 就像天空中只有一个月亮 奔手奔脚的我 一看到你的眼睛就会发光 请原谅我的心脏笑容乱撞 不知道为何对你如此的迷恋 像假扮沫一样 爱情有人做不计方 跟随着思念的风白的 再来不及细小 思念的风吹向何方 有你的地方 吹破在心上 你这边对你的风吹 我心想强着 现在的风吹是 的我心想强着 我心想弱的风吹 你先上座过去 喝点水 喝点水 最近怎么样啊 不太好 怎么个不太好嘛 你这个人啊 你说说点事情 总是吞吞吐吐的 你跟我见什么外 我虽然跟你解释离婚了 那天真不是还管你叫舅舅的吗 没有 姐夫 我没那么想 那就说嘛 附属医院 盘司 斐婉七 不是 汉森 你怎么肺癌晚期了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这查得行不行啊 我跟你说 很多时候都可能是误诊啊 我认识最好的人家 我现在马上直接打电话 安排你检查 不用了 姐夫 你不用管 你真的不用 你我真不用管 我跟你说 我去过好多家医院了 已经确诊了 不是啊 这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就肺癌晚期了呢 汉森 这得病不都是这样的吗 汉森 咱别着急啊 该治疗咱们治疗 钱不是问题 谢谢姐夫 我今天来 不只是为了这事 我知道 家里的事 弟妹 孩子 你都不用担心 姐夫 都不是 那是什么吗 你说呀 是那件事 不是 汉森怎么 怎么你还提那件事情啊 我想做个了断 我想做个了断 我不想把这件事情 带到棺材里去 那汉森 你是想把你姐夫 带进棺材里是不是 姐夫 你误解了 我只是想跟受害者家属 道个歉 汉森 这不当初都说了吗 这就是个意外 意外 你懂吗 咱该赔的也赔了 你还要道什么歉呢 可他们并不知道 事故的真实情况啊 这件事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 对我来说 也是个心情 咱们做人不能这样啊 你也知道 宽帝现在内忧外患 你姐夫我是焦头烂额 天真现在也上不了位 也顶不上来 你现在跟人家去说实情 你是痛快了 你没遗憾 你姐夫我呢 天真哪 你姐夫你听我说 你姐夫你听我说 不是 汉森 汉森 你听我说 咱们是一家人哪 做事不能这么自私吧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这个 汉森 你看这样行不行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治病 是治病 也没有说这种病 就一定不能治好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什么其他的事情 咱都先往后放 往后放放 好吧 我没得选 我没时间了 我真是病糊涂了是吧 真是病糊涂了是吧 这里曾经是我的乐园 这里曾经是我的乐园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东 老吴你别说了 咱们不签了 李俊成长把我逼死了 我们也不想来和你爸同是一场 是李俊逼着我们来 今天你不签这个 我们俩的工作就给丢掉 我还有一家老小需要养 人到中年 实业真的 真的扛不住 我没有办法帮你 我没理解你 一个孩子 哪知道社会险恶 李俊他今天拿工作要挟我们 明天会有更多的办法对付你 还有你妈妈 保险 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说法 法律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事故 工程停一停 交点罚款 对他来讲不痛不痒 能弥补你失去父亲的痛吗 你要是有志强 想跟你爸讨个公道 你现在就不能感情用事 你现在没有能力和他对抗啊 文青啊 这三百万 不只是换你爸爸的命 也能救你妈妈的命 要是没有钱 他在癌症 还能坚持多久 让我知道 для大家可以提供 我舍得能力和你 在哪里 杀了 舍得很堆 确定她们在吗 我不确定 不过我都去医院问过了 就是她们都回家了呀 你先过来 表妹 知道你在里边 我们就是来看看你 你开开门 有什么困难我们聊聊 借钱就借钱呗 装什么好心呢 你高尚 你不也来这儿要钱的吗 要钱怎么了 我跟你说 走的那个人是我哥 住手 没完了是吧 哥三畅就过来闹 我跟你说人已经搬走了 以后都别来了 骗人的吧 搬走了 咱们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信不信 我可警告你们啊 这样那我就报警了 什么时候搬走的呀 这 不是 你怎么回事啊 这 就说让你在医院看紧点 没钱的时候住院 有钱的时候到不住院了 我看紧 这肯定是跑了 都怪你 谁会知道我住在这儿 难道他们发现了 计划得提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可是天真回忆的形状 我可得帮他保存好了 他呀总是有一些奇怪的浪漫 天真吗 他有钥匙 万一他忘了呢 舅 可可 舅 快进来 都在呢 舅 太好了 舅 不用换鞋了 来来来 这边坐 换 舅 您怎么这么晚过来啊 我正好在附近呢 就过来看看你们 可可 最近忙吗 我还行 宽地刚拿下云霞村 他有的忙了 舅 喝水 好 年轻人忙一点 好事 不知道在我的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看到你们成家 看来我的问题要掉地上了 没有 舅 您说什么呢 您肯定能看到 这还用问吗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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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们多好好的 舅舅也就安心了 舅 您怎么这么语重心长啊 舅舅上年纪了 老了 是不是变得婆婆妈妈了 没有 一鸣啊 你以后可得好好照顾可可 他从小就受了不少苦 您放心吧 舅 我一定会把他照顾好的 真是个好孩子 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舅舅 舅先走了啊 这么快就走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 舅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你有没有觉得 舅舅怪怪的 嗯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先自己看看 有事教你 好的 你好 好 这个能拿给我看看吗 好的 这款是吗 对 先生 这款是我们《Liveland》系列的 它主要是起源于欧洲的浪漫榜首礼仪式 在婚礼上呢将丝巾绑在两个人的手上 你可以看一下 这象征这两个人相互忠贞不渝 不离不弃 凭借身份证医生只能定制一枚 并且只能送给一个人 这对于女生来说呢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好 就她 好的 那请您出示一下身份证吧 我们钻戒定制是需要十五个工作日的 可是 我今天就想跟我女朋友求婚 那有办法解决吗 那要不然这样吧 先生 如果您今天要着急求婚的话 可以先拿我们店内的同款样戒 然后等您的戒指定制好了 我再安排您到店去 这样也不耽误您求婚可以吗 行 好的 来 好 喂 你晚上不接我电话也没回来 你去哪儿了 你在我家 在家等我 你是酒吧 我生亡 是 十几个小时没见我 有没有想过啊 我都快想死你了 你一夜不接电话 是不是该给个解释啊 上班时间 不谈感情 当然谈感情也可以 出去谈 不是出来谈私事吗 带我来这儿干吗 一会儿你也知道了 孟严 你昨晚到底去哪儿了 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 家里的话又是怎么回事 你难道不给我个解释吗 我以后跟你说 跟我来 你只想想我们不抜幻 是蕭蕭的 十几个击 两天 我通过以后 她比较好 婉徒和他 我带我一带你 那儿 isia 你总说你是鱼的记忆 回头就忘 我现在想问你 那话还作数吗 我觉得你心里藏了好多事 都是我不知道的事 我脑子里有很多的计划 可是我心里只有你 有过苦涩 甜蜜 才肯让人回味 有过痛苦 幸福 才肯让人珍惜 我希望你 能名正言顺地在我身边 而不是李天真这个身份 你就是我医生 我医生 我医生安 静止 嫁给我 grand 母亲 我医生 知道嗎 隨便 手機 我換他 你哥 喂 我現在不方便接電話 过来 喂 陆一鸣 工作室连个人影都没有 你俩跑哪儿去了 你现在打电话的人 已经是我的人了 你要对他客气一点 听到了吗 什么你的人 我的人 工作那么多 你俩赶快给我回来 没关系 我把美乐队 好不容易抢到票子 对啊 原原姐 原 我一会儿打给您 完了 完了 什么完了 袁远姐第一次迟到 领导迟到她不很正常吗 对啊 你懂什么啊 袁远姐一直都很敬业的 自从新北城成立以来 从来没有迟到过 惨喽 你别那么夸张 不就迟到了一回吗 我跟你说啊 丁老师和袁远姐 一个失业 这段时间啊 大家好好表现 要不然就死定了 进来 袁远姐 坐 帮我再招两个建筑师回来 最近事务所比较忙 由你来统筹 设计的是由胡晓牵头 去忙吧 叫胡晓进来 好 袁远姐 还有什么事 之前隐藏李天真的身份 我也是尊重她的本意 这件事情我理解 我不折旧了 把事情做好最重要 好 胡晓 袁远姐叫你 对 还有 事务所以后设计工作 由你带头 恭喜 厉害啊 师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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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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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吗 你可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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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为分期 这是我私有财产 这个是合同书 这个是我之前跟工厂拟定的合同 既然设计方案中标 就应该马上签约 你看看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 这两天我去工厂 订他们赶快把那批盒子给做出来 工厂你订就行了 我相信你的也有能力 条款你都不看一看的吗 还有你 不要再看你的大钻石了 宽敬那边你来负责吗 设计方面呢 有他们团队配合 你的压力可以减小很多 你是邵东家 没人敢不听你的 我肯定是要回去开会的 我都已经准备资料了 那工地那边 就你本尊亲子去看一眼 工地你去 我去工厂 毕竟是我的专利 细节方面我最清楚 还是我盯着比较好 合同 这些条款方面 我会和厂长一一合适的 好 闪不闪 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过几天我去看您 好的 好的 那不打扰您了啊 再见 阿玉 阿玉 李总 又是什么事啊 您不能总打扰我 是 韩森出事了你知道吗 韩森出什么事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你让我进屋跟你说 你别在这儿忙活了 没有你的鞋 这儿没有你的鞋 这是我儿子的 行行行 我不穿 那个 您告诉我 韩森怎么了 那坐下说好不好 不是 我怕你站着我说了 你承受不住啊 来 坐下 坐呀 韩森怎么了 你先说 他没跟你说吗 说什么 他 肺癌晚期 肺癌 对呀 行了 先不说这个了 我已经跟他联系好了 国外的医院 他得马上出国进行治疗 才有希望 韩森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您怎么不跟我说呀 什么时候确诊的 李俊在我这儿呢 一会儿我打给你 是吧 这种事我不敢乱讲的 阿玉 你怎么这么关心 我表弟呢 他这刚确诊 你就给他联系好了医生 而且还送出国去治病 这个效率够快的呀 阿玉 你看你又多心 咱俩是离婚多年了 但是我跟汉森 也是多年的交情了 在宽地人家 帮了我不少的忙 我认为我这么做 理所当然 有个话带到 主要是让你劝劝的 我说他不听 这种病不能等 抓紧时间出国治疗 好吧 我先走了 李俊 你帮他联系了医生 我还是要谢谢你 别说那些客气话 你赶紧跟他联系 好 我走了 谢谢 嗯 妈 妈 没有等很久了 没有 刚来一会儿 自己来 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过来 就先上了些小菜 你好 请问 你们现在可以上菜了吗 可以 好的 小二呢 她去工厂了 你说有重要的消息 我还以为跟她有关系呢 就是跟她有关系啊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要告诉我们呀 你怎么着有好消息啊 我眼睛又捂瞎 行了 有什么好消息啊 你就直说好了 这个好消息呢 用一句话就可以说了 但是可以高兴很久很久 我要说了啊 我接受了小二的求婚 你分享的内容缺少细节 不精彩 那不然呢 怎么说 详细地说啊 譬如 她有没有单膝跪地 有 有没有布置很浪漫的气氛 有 有没有说 嫁给我这种俗气的语言 有 有没有说 爱你一生一世诸如此类的话 那都没有 那你们订婚期了吗 没有啊 什么时候领证 不知道 还没订 音毛 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呀 哎 又不是 我要结婚哪 妈 天真被求婚了 你不开心吗 玉姨肯定是舍不得天真出嫁呀 这有什么舍不得的 她之前在新北城 都要嫁给办公桌了 现在好歹嫁给一个大活人 谁要嫁给办公桌 我烦 死的 孟严 今晚我想请家里人吃个饭 跟他们宣布我们的好消息 我不能去 为什么 这事挺急的 得把它完成了我才安心 如果 这批盒子不能按时按量地完成的话 恐怕会延误周期 你去吧 你 你家人 這算什麼好消息 我沒任何許願 跟你家人分享 吃飯就吃飯 不要再玩手機了 媽沒玩 我就回個短信 媽你怎麼了心情不好 這麼重要的事情 小二都能缺席 去工廠忙什麼去了 媽小二那個專利呢 著急生產 再急也不差這頓飯吧 這算什麼藉口啊 媽她就是著急去 說把手頭的工作都忙完了 再回來陪您和爸吃飯 她說什麼就是什麼呀 你對她就不能提點要求嗎 這種場合也能缺席 媽小二那個專利 你對她言聽計從 就不怕以後吃虧呀 好了媽 今晚的事是我考慮不周到 那我原本是想著 她把手裡的工作都忙完了 再回來 正式地請您和爸吃個飯 那今晚這頓 就算是我們家裡的人 通個氣了 好嗎 傻丫頭 我不是非要擺著家長的架子 她如果真的很在乎您 就應該重視你的父母啊 你覺得呢 我同意 我回去一定好好跟她溝通這件事 你別光喝茶了 來吃點東西 你的重要事情說完了吧 我也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跟你們說 什麼呀 你們的漢森舅舅 我還沒想過 非愛萬七 我剛去見過她 她不肯出閣治療 你們三個要是有時間的話 就去勸勸她 興許你們的話她會聽呢 舅媽跟表弟都勸不動嗎 她這次特別地固執 說是有未完成的事情 不肯走 我就 我就 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嗎 唉呀 我可以不讓她 你兒子 我全都好 去吃 從心裡 我 tou可以吃 你姐妹 你爽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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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怎么样 这儿三班岛 每八小时换一拨人 日夜改 那你呢 我累了就到办公室 休息一会儿 那儿有沙发 倒没什么 你呢 回去了吗 我 我不知道这里 算不算是我家 未婚期也是期 我家就是你家 我再问一遍 你是刚回去吗 嗯 怎么了 你看起来不太高兴啊 没事 你先安心工作吧 你看着很不开心啊 是因为今天晚上我没去 你妈生气了吗 这个是其次 除药是我救过的 非要婚期 你想什么呢 外面天一黑下来啊 就什么都看不见啊 我以前总是在想 死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可能就是这样 眼睛一闭什么都看不见了 什么也都不想了 我妈在说我舅舅的时候 那几个字就轻飘飘地出来了 没有什么感觉 我回来的路上 那几个字 有反反复复地猫出来 不是 一次比一次撑 有些痛苦是不能去回忆的 其实今天晚上 你应该在你妈那儿 或者去你哥那儿 有他们陪着你 可能会好一点 有你陪着 才是最好的 好啊 那今天晚上我一直陪着你 反正是监工嘛 也不耽误工作 脆弱的时候 人的思念总是加倍的 要是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好想你啊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说的话 什么滋味 又甜又酸 又苦又涩 他还讨inaire 你哪位啊 怎么挡这儿了 你好 老哥 您是住这儿的吧 我不住这儿 你住这儿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跟您打听事 您认识万成吗 万成 不认识 是吗 是这样 这个万成啊 几年前在工地上 一个工商事故去世了 当时来这儿有好多人找他 还赔了好多的钱 您对这事应该有印象吧 不是 你是他什么人哪 我是他工地的同事 跟您打听一下 他们家人还住这儿吗 早不住了 现在没人 师 师父 这个您收着 对对对 这样给你 这不好吧 没事 没事 您知道他老婆和儿子 现在搬哪儿了吗 这个可不好想啊 毕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谢谢 老哥 这儿给你 这这这不合适 彭哥去 彭哥去 您再给我好好地想想 得 他儿子现在可成大明星吧 是又上电视又上直播呀 我听说还改了个名字 叫叫 之前台风 你有看过新闻吗 监督署了 请不吝点赞 按赞 转发 打赞 订阅 转发 好 啊 依然 对你的疯狂 我无法阻挡 啊 不变 思念像调解 吸在心间 啊 依然 对你的疯狂 我无法阻挡 啊 依然 思念像调解 吸在心间 啊 依然 啊 依然 啊 依然